这个狠心的老公竟然活活的把老婆给打到死 35岁住在基隆的这个先生呢 他在外面偷人家东西被抓 结果打了一顿回家里之后呢 他竟然拿老婆出气 酒喝多了把老婆头抓起来 用力的撞在地上 然后把他打到死在血泊当中丧命 那么警方逮捕之后呢 他也否认了 没有说他说他没有打死老婆 老婆的脸整个肿起来是喝冰水喝肿的 但是在场的死者的弟弟作证啊 说这个姐夫啊已经是长期都有家暴 曾经有过一个月打人打个25天的 真正爱得有点残世 那现在呢要逃都已经来不及了 警方已经把这个男的依照了杀人罪嫌 移送检方生压获准 死者妹妹哭着痛骂坐在车内的姐夫 情绪几乎崩溃 没想到他竟然将自己老婆活活打死 就是他之前好好的 然后就是这阵子回来被他打到精神分裂 死者弟弟目睹姐姐遭尸暴的残怨画面 却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只因为这样的情形几乎天天上演 34岁的王姓男子嗜久如命 和妻子小舅子和岳母住在这栋简陋的房子里 平时打打零工过活 日前嫌犯偷手机被抓包遭尸主殴打 竟然在27号下午要找小舅子陪他一起去报仇 死者劝弟弟别管 王姓男子竟然恼羞成怒 久后抓着妻子的头猛往地板撞 无视妻子倒在血泊中倒头就睡 醒来后看老婆没反应 还想拿打火机烧妻子脚底 遭小舅子制止 没多久他竟然既是又对妻子施暴 这次竟然将人活活打死 他不敢讲 我会直接强制 法院强制 王姓男子到案后时空否认打死老婆 还试图说谎逃避行则 但还是被警方以杀人罪送办 死者长期忍受拳脚相像 就是为了财独国小和幼稚园的两名女儿 没想到多年的隐忍 现在却断送了宝贵性命 今天新闻许一平集中报道